这绝对是泰国最不孝顺的男孩 整天就知道在家打游戏 累计游戏市场超过泰国99%的学生 从小就说要当第一游戏主播 后来呢甚至直接辍学 可他从早不到晚 却连电费都赚不回来 只能靠妈妈造出晚归补贴家用 这天妈妈告诉小安 姥姥确诊了是长安晚期 医生说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 于是就叮嘱他多去看望姥姥 小安一点都不在乎 反问妈妈给钱妈 我的时间可是很值钱的 不给就不去了 接着不太烦地继续打游戏 等妈妈走了 他却一脸坏笑 心里已经想到一个赚钱大计 原来不久前小安看望爷爷 正巧遇上来照顾的表妹 爷爷常年瘫痪在床 身边的儿女都不愿意照顾他 只有表妹陪在身边 爷爷叫小安来修电视 他在床上发出嗯啊啊的声音 小安满脸问号 你到底说什么啊 表妹呢却瞄懂 爷爷让你多吃点 这是随便发出声音 就知道爷爷在说什么吗 小安不信 又问表妹 爷爷现在什么意思 表妹说 让你不要挡住电视 小安回头一看 这么多漂亮妹子 爷爷真是饱到未老啊 表妹初恋的换掉鸟不诗 刺鼻的气味 瞬间弥漫开来 小安忍不了躲到远处 可表妹啊 就像没事人一样 小安建议表妹去找个轻松有钱的工作 表妹却说 自己现在就在做 小安一头雾水 每天陪老人在一起 算什么工作 直到爷爷去世 葬礼上 自己只得到一条银腰带 表妹却得到 爷爷的全部遗产 有一套房子 价值好几百万 爷爷的儿女 一分都没拿到 小安不送表妹离开 心里已经有了萌芽 现在姥姥癌症 正好是个绝佳机会 那么他要怎么办呢 下面让弟弟讲讲 说干就干 隔天小安就找到姥姥家 把房子外面都拍了一圈 这房子实在太久 门口的路还非常狭窄 但这些缺点在小安的口中就变成了 复古风套房 花园是绿化 周围交通便利 还有诸多美食 更是标签要卖一百万 小安带来姥姥喜欢的招牌牛杂面 专门多加了牛肝牛肚和牛筋 一定能让姥姥开心 但姥姥说自己已经五十年不吃牛肉了 小安献殷勤的第一步就失败了 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她问姥姥想吃什么 姥姥要她去买路边摊的炸鱼 小安去了才发现 摊子人气火爆 队伍都快排到两条街外 人头更是数也数不清 小安不由地吐槽 这是什么米其林炸鱼吗 看到前面排了那么多人 小安一脸不耐烦 转头发现对面炸鱼店没人 买了那家炸鱼回家 姥姥询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 小安谎称摊子吃了二口锅 姥姥买了四十年的炸鱼 闭闻味道就知道不对 其他家的炸鱼都太油 只有那家生意火爆的最好吃 姥姥把炸鱼推给小安 你爱吃你吃吧 我才不吃 小安不服气 你本来吃的就是油炸食品 就别在乎身体健康了 无奈小安还是排了一小时的兑买炸鱼 等她满头大汗的冲回家 姥姥却说她已经吃了炸鱼 小安气得塑料袋随手一扔 外面四十度的大热天 还要我排那么久 这不是耍我吗 一般这时候她都在空调房里打电动了 哪里受过这种罪 但想到一百万的房子 小安还是跟在姥姥后面 找机会献殷勤 见姥姥起身烧水精神 她主动接过水壶 让姥姥坐着 转头却把水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把根本没沸腾的水倒进茶杯 敷衍合十一拜 姥姥问她水有没有烧开 怎么没听见声音 发现小安居然用微波炉热水 姥姥很生气 直接把小安赶出门 让小安不要再来 小安吃了闭门羹 虚心去找表妹学习经验 表妹自从继承爷爷的遗产 直接住进酒店的总统套房 小安看了更是眼热 表妹告诉她 老人都希望后辈能多花时间陪伴 我陪在爷爷身边三年 每天给她换尿补 甚至连爷爷的尿味都闻不到 你要一直陪在姥姥身边 直到闻不到她身上的老人味才行 小安吸取教训 把电脑卖了 收拾行李搬到姥姥家 用卖来的钱给姥姥当红包 面对小安突然的殷勤 姥姥却不买账 这些天不光小安 两个儿子也是天天往这跑 你们一直来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小安觉得这是姥姥的身体 便把癌症的事情告诉了她 小安安慰姥姥 小时候都是你照顾我 现在就让我来照顾你吧 看着小安真诚的样子 姥姥心软了 收下了小安的红包 从这天起小安就正式在姥姥家住下 但刚来第一天就遇到了难题 姥姥每天五点就要出去卖中 小安主动提出一起去 但等她睡醒已经中午了 小安跑到姥姥摊上帮忙包装 却连简单的寄袋子都不会 还得姥姥亲自叫 这天姥姥突然换上鲜亮的花褂子 小安替姥姥把最后一颗扣子扣上 你这是要走性感路线吗 姥姥表示太紧了我不喜欢 她穿上不合脚的拖鞋 坐在门口张望 小安却不懂这是为什么 妈妈告诉她 每个星期天都是家人看望姥姥的日子 你一直没来过 当然不知道 大舅一家和小舅都来了 还送了鸡鸭鱼肉 姥姥很开心 提出全家人一块碗牌 但他们都没有时间 姥姥说道 我已经知道的癌症了 小安告诉我的 姥姥表示她会去看病 不会麻烦儿女的 小舅立马表忠心 我肯定想让妈妈接受治疗 就是兜里没钱 大舅嘲讽她 你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怎么会有钱 两人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 眼看两个人火药味越来越浓 外孙女却来到姥姥身边 等我长大了要去当医生 这样就能治好姥姥了 姥姥很欣慰 其他儿女却说不出话 两个儿子都做甩手掌柜 照顾姥姥的重担就压在小安妈身上 她把工作全换成晚半 白天就陪姥姥去运动 姥姥听到她一夜没睡 说什么也不运动了 小安或许是迟来的董事 又或许是为了卖房子的那一百万 主动承担了接送姥姥的任务 时刻陪在医院 渐渐的小安习惯了每天五点起床 帮姥姥收拾卖粥的摊子 回家后烧水给姥姥洗澡 陪姥姥去医院化疗 姥姥身体虚弱连上楼都费劲 小安就贴心地扶着她一步一步上楼 为了姥姥的安全 小安在卫生间安上扶手 自费装上监控 这样姥姥不小心摔倒 她还能及时发现 有天深夜姥姥还在做祷告 小安起来陪她 小安我快走了对吧 小安赶紧安慰姥姥 你每天都向神明祈祷 还几十年不吃牛肉 救了那么多牛 不会那么容易去世的 两人睡在一张床上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时间长了 姥姥也逐渐习惯小安在身边 然而大舅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这一温馨的现状 她要把姥姥接走亲自照顾 又给了小安一笔钱 说是这段时间的辛苦费 小安第一次拒绝了别人的红包 不知不觉中 小安已经习惯了照顾姥姥 大舅蹲在姥姥面前说着 姥姥心未点头 一旁的小安却笑不出来 大舅一家带姥姥去寺庙欺负 刚到门口就嫌姥姥走得太慢 可她不知道的是 姥姥正是因为穿了她送的鞋 把脚都摸破了 小安让姥姥换一双鞋 姥姥却说 这是大儿子给她买的唯一一双鞋 即使不合脚也要穿着 祈福结束 小安去看大舅一家的心愿 愿我的妻女幸福 愿我和朋友们进同一所学校 没有一个人为姥姥许愿 姥姥表面说着 大舅有了自己的小家 应该先为她的家人着想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失落 她悄悄看了小安的心愿卡 愿姥姥中彩票 姥姥也明白 大舅只是在播种 希望之后能有收获 回去的路上 姥姥叫住小安 我的脚疼想换双鞋 小安拎回一堆鞋子 让姥姥挨个事穿 一定找到最合适的一双鞋 姥姥问她 你是不是也在播种 小安愣住 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学着大舅说 两人还是回到了老房子里 化疗让姥姥开始脱发 姥姥偷偷藏起来掉落的白发 但还是被小安捕捉到 她打开美颜相机给姥姥看 还说等治疗结束 会变成这样 再也不用早起卷头发了 日子过得很快 姥姥也真的变成了光头 她把卖粥的手艺交给小安 希望小安能有稳定工作 可以养活自己 祖孙俩一起玩牌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他们都很幸福 小安没有沉迷电脑 姥姥没有生患癌症 几局下来 姥姥赢了不少 小安神色间有些动容 这天小就来看望姥姥 一来就看中了 门前是留树上的脖子 姥姥却让她不要碰 小就瞬间懂了 这是留给她最宝贝的大儿子的 小就开启撒娇战术 这招屡试不爽 拿到前后开心地走了 但姥姥却很失落 她最好不来看望 小安不明白 姥姥不是最盼望而你能来吗 姥姥表示 如果她不来就说明她过得很好 又是一个周末 自从姥姥拒绝了大舅的邀请 他们一家再也没来过 小就更是直接关机找不到人 姥姥也失望了 回屋休息 却发现自己的钱都被偷走 姥姥怀疑是小安干的 查了监控才得知 是小就把存钱罐里的20万全都偷走了 这可是姥姥的血汗钱 小安找到小就质问她 姥姥每天天不亮就去卖周 要卖多少袋才能赚到20万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舅舅只好坦白 她外面欠了100万 走投无路只好偷钱 为了让小就不再打扰姥姥 小安直接拿出银腰带给她 这能卖不少钱 让她消失得久一点 回家和姥姥谎称 小就找到了外地的工作 短时间都不会回来了 就在这时 两人外面有人敲门 还以为是小就的债主 赶紧让小安躲起来 谁知对方却说是想买房子 还掏出手机给她看卖房帖子 看到外孙的名字 姥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她送走满家 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 还是没有戳穿小安 她掏出准备好的衬衫 给小安穿上 小安正开心 却听见姥姥说 找份正经工作吧 以后不用照顾我了 姥姥转身来到门口 割下一只不让人碰的石榴 原来这棵石榴树 是在小安出生时种下的 小安小时候跟她说 树上的石榴一定要留给她 姥姥就真的没把石榴分给别人 在姥姥心里 一直有一块地方是留给小安的 姥姥去世前还有一桩心事未了 她希望自己走后 能有一块独栋目的 小安陪着姥姥 去找她的哥哥 兄妹俩开心地跳舞 但当姥姥提出 要一百万买目的的时候 哥哥不乐意了 当初姥姥的父母临走时 在照料 但哥哥却分到了全部遗产 现在还住着别墅 这些年她从没要过哥哥一分钱 如今想让她出钱帮忙买下墓地 却也被她毫不留情拒绝 小安不明白姥姥 为什么非要一块豪华墓地 姥姥告诉她 这样别人看到后 就会觉得她的儿女很孝顺 小安不理解 人死了就是死了 怎么知道活着的人会做什么 姥姥小声嘟囔着 如果我有一块漂亮墓地的话 说不定你们会想来扫墓 时间一天天过去 化疗没有让姥姥身体变好 反而让她经常在半夜痛醒 一个人躺在床上呻吟 小安赶紧过来 却没有办法缓解姥姥的痛苦 只能紧急送去医院 姥姥在里面检查 大舅却拉着小安妈 想要姥姥的地气 现在处理总比去世后 在处理要简单多了 小安妈无奈地说地气在柜子里 看着这一幕小安非常不理解 明明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 现在姥姥危在旦夕 但他们只想着要钱 只走了大舅 小安妈从袋子里掏出地气给小舅 小舅拿过地气笑容收都收不住 迫不及待地要去把房子过户 小安愣在原地 姥姥明知道放在落到她手里 会是什么结果 为什么还要给她 难道自己还比不过小舅吗 小安赌气去问姥姥要钱 姥姥表示我已经没什么能给你的了 小安不服气 我不是把你照顾得很好吗 那我为什么没排到第一位 此时对于小安来说 遗产已经不重要了 她更希望得到姥姥的认可 希望在姥姥心里她是第一名 姥姥抿着嘴不再说话 小安又气又委屈 转身就走 姥姥回过头 却早已泪流满面 日子回到了从前那样 姥姥又变成了孤身一人 一个人娇花看电视 无聊的时候打开美颜相机 好像小安就在她身边 姥姥还是会坐在石榴树下 可没一个人来看她 小安照就打游戏 但她还是会通过监控 时不时看看姥姥在干什么 看到有陌生人在搬家 小安才知道 小舅已经把房子卖了 送姥姥去了养老院 小安心中的那份思念 还是盖过了赌气 她来看望姥姥 帮她解开衣服的最后一颗扣子 姥姥笑着看着小安 握着她的手 心中满是喜悦 姥姥帮小安妈整理冰箱 发现有不少东西过期了 她告诉女儿不要吃过期的东西 癌症是会遗传的 小安妈小声说了一句 儿子继承遗产 女儿会继承癌症 姥姥明白女儿话里的埋怨 缓缓说着 小安总问我最喜欢的是谁 我不知道答案 只知道我最想跟你待在一起 小安妈从没想从姥姥这得到多少钱 只是想尽自己的孝心 可上天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这天大舅带上七里前来看望姥姥 自己却躲在车里不愿意出来 她还在生气姥姥把房产留给小舅 小安敲开车窗告诉她 姥姥曾经最喜欢吃牛肉 但你小时候经常生病 为了求神佛保佑 她决定一辈子不吃牛肉 大舅这才幡然悔悟 原来妈妈一直深爱着她 大舅来到姥姥床前 此时姥姥已经病重到不能说话 她强撑着等儿子们来看她 但身体已经到达极限 晚上小安陪在姥姥身边 姥姥艰难伸出一根手指 仿佛在回答小安之前的问题 小安学着姥姥交给她的潮上话 唱起她曾唱给自己的摇篮曲 情到深处时小安忍不住落泪 声音也变得哽咽 她多想再陪陪姥姥 哪怕只有一天一个小时 但已经来不及了 姥姥还是离开了 葬礼上小安穿着姥姥买给她的衬衫 还给姥姥带了一碗牛杂面 就在这时 小安接到银行电话 说姥姥有个账户的受益人是小安 小安纳闷 我怎么不记得 火车驶来 带她回到了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姥姥接她放学 为了庆祝她考了第一名 姥姥要给她开火 每年都往里存钱 小安希望姥姥能一直坚持 那样自己就能攒一百万 给姥姥买间新房子 红年的那颗子弹此刻正中眉心 小安怎么也没想到 小时候随口说的话 姥姥竟然真的一直坚持 这一刻 她才明白姥姥究竟有多爱她 小安把钱全都取出来 注销了账户 给姥姥买了独栋木 车上小安悄悄棺材 给姥姥指路 我们路过周滩了 我们过河了 我们到你的新房子了 姥姥你在我心目中排第一位 小安强忍泪水 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 姥姥曾说 如果我死后你漫不经心洒花 我会回来找你算账本 小安随手把花瓣撒下来 一阵清风吹来 或许姥姥真的来看她了 小安虽然一开始 照顾姥姥是为了遗产 但当她深入姥姥的生活中 才发现自己对姥姥关爱太少了 小时候随口的一句话 姥姥就真的每年都在从前 就算是临终想买木的 也没有动这笔钱 听说种下十六树孩子就会健康 姥姥便一直给小安留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小安只是单纯地想要照顾姥姥 她可以拒绝大救给的钱 随时陪在姥姥身边 以前她睡到日上三干 但现在可以五点起床陪姥姥卖中 姥姥从来不是更偏爱谁 她的爱都给了家人 向神明祈求大救身体健康 可以几十年不吃喜欢的牛肉 小救生活困难 每次向她要钱 姥姥都会给 还把唯一的房产留给了她 小安妈为了照顾姥姥换成夜班 姥姥也非常心疼 还会悄悄帮小安存钱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姥姥都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可她却不被哥哥接受 哥哥继承了父母全部的遗产 住上别墅 更讽刺的是 兄妹俩前一秒一起深情唱歌 提到前哥哥就无情把姥姥赶走了 相比自己的妹妹 哥哥还是更喜欢钱 幸运的是 在最后一年的时间里 小安始终在姥姥身边 陪她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 本编叫姥姥的外孙 本期问题 你经常去看望姥姥吗 经常去的扣三一 偶尔去的扣三二 人生转瞬即逝 希望大家都能抽出时间 多配备家人 希望所有老人 都能健康长寿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的兄弟家族 点赞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